向署针对近期媒体报导 我们关切 有一位学生未获授权使用APP这个事件的相关始末来做一个说明 首先向署要澄清 我们从来没有去关切这位学生的相关行为 这是媒体错误的一个报导 我们要对于这项的一个报导做一个严重的一个抗议 请媒体更正 那接下来我要说明向署相关提供这种资讯传播的一个来龙去脉 那为什么会有两位林姓同学来近期媒体有做一个相关的关切 向署近年来在地震站的一个布设的一个分布 还有它的一个品质已经慢慢趋于一个相当一个密集 还有一个稳定 那这些资料我们是用来做相关的一个地震速报 还有国家警报预警的一个应用 当然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个管道 来让民间来跟我们签约 然后我们及时来提供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一个资料来供他们应用 那早期这样的一个资料 我们是对公司行号 也就是团体来做签约 那报导有两位林姓同学 其中第一位是复旦高中的一位同学 那其实他对这个地震预警或速报 他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 兴趣 所以他早期是利用个人的一个 一个努力 然后 利用比较便宜的一个感应器 然后跟有兴趣的网友 来做合作 也就是网友他觉得说 他想要在家里设一个观测点 那就可以跟这位 林姓的同学 就是复旦高中 这位林姓的 高中生 来做一个洽询 然后就把这个感应器就装到他们家去 那因为网友的一个分布 就是大概都是在都会区 在都会区的 分布还有平均 是比较不适合做地震速报或预警来使用 所以这位复旦高中的林姓同学 就 透过管道来跟七样署这边询问是不是可以提供 跟公司行号一样的一个管道提供他这个及时的一个地震讯息 那我们考量我们是鼓励 相关的一些同学 包含 这些高中生 他们对这个地球科学或地震防灾有兴趣 我们当然是鼓励 所以 我们就 也开放了私人 或是个人 可以来跟我们签约 但是这位同学 两位其实都是高中生 请问这位林姓的 复旦高中的一个学生 他就透过一个合伙人 这合伙人是成年的 所以也来跟我们做一个 提报他相关的这个计划的一个内容 那经过我们审核通过以后 我们觉得相当可行 所以我们跟 他这位 成年的合伙人来做签约 所以 等于这是有一个管道 那至于这位另外 林姓的一个高中生 康乔 这位高中生 因为他不清楚这个管道 所以他也是有兴趣 那他就去接接了跟我们有签约的一个团体 叫地牛鬼杆 那里面他有提供 相关的软体下载 就可以借接 这个资料出去 那因为这个林姓同学是无心的 他是有兴趣 而且他早期的开发并不是为了 相关的一个 一个 这么广泛的一个 一个 传递 他只是因为可能要申请学校 他需要一些成品 需要一些作品 所以他做了这个小软体 他没想要爆红以后 造成他的一个压力 所以气氧署这边 对于这种 资讯传递的一个 一个借接 我们都是欢迎的 只要符合 这个对于地震防灾 或是地震资讯的一个开发 有帮助的话 我们都是鼓励 而且这都资讯都是无偿提供 并没有任何的 借接 或收费的部分 然后 这位林姓同学 其实我们是透过管道 跟他的家人联系上 那我们也知道说他对这个 方面很有兴趣 所以在我们历次在接受采访的话 我们都是鼓励 这位林姓同学可以来跟我们 签约 因为他也一样面临 是未成年的部分 所以 可能要是透过他的家长或监护人 来跟我们做签约 我们是鼓励的 必须跟各位媒体 透过这些管道 我们来澄清 我们并没有去 关切 或甚至所谓的 施压 因为媒体的标题 太过于聪动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说明 那也建议各位媒体朋友 不要再去关切 或是想要去联系 这位 康乔的这位林同学 因为他现在目前还在 申请学校当中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 要去做 我想说 一个学生 对于这种地 地球科学 或是地震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 研究 他有兴趣 我们是都是鼓励的 但是是不是建议各位媒体朋友 让这事情 就慢慢慢慢让他平静下来 让这个学生 好好去做 他目前 他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 去申请 一个好的学校 然后 未来能够在 地震科学 或是地震灾害的一个防救上面 可以尽一份心力 我想这个以上是 7样署针对 媒体报载 我们去关切 这个高中生 未获授权 来使用这个 我们的资讯来开发 App的一个说明 我不知道各位 媒体朋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要做提问 OK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谢谢各位今天的采访 谢谢